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到Karlink练车网 我是昆成 今天要帮大家试驾的这部车 我们要换一个口味 我们要上的是法国菜 这道法国菜是Citron全新世代的C4 这部全新第三代的C4 之前它都是用先备车的形式 跟消费者见面 来到第三代 它改变了它整个的一个造型 跟车身的一个定位 它这次以一个跨界的一个休旅车 而且是属于一个中小型的跨界休旅车的定位 来跟消费者见面 这次全新第三代的C4 它导入国内有车系编程有三个车型 第一个入门的Fill 它是106.9万 中间的叫Fill Plus 是112.9万 最高阶也就是我们今天试驾的这部叫Shine 它是119.9万 首先我们就从C4的造型来看起 其实我个人非常欣赏法国车的一个设计 不管是Pujol或是Citron 它们在车身造型都有它们独到的一个见解 而且它们在童中球翼的差异化里面 这个差异化是非常的出色的 你看像这个双层式的一个车头造型 其实这个就是Citron非常独到的一个设计 你看它这个箭头 两个前进式的一个logo 它整个什么 整个水箱护照的一个线条 然后也连结LED的日行灯以及头灯 它做一个连结 而且分为上下两层层次感非常的丰富 尤其是车头两边这个你看 人质型的这个LED日行灯 我觉得这个设计很像什么 一看就知道很像我们的表情幅画 我觉得很俏皮 这也是法式独有的一个幽默 下层这个头灯结构 当然也就是全LED的 而且我们今天试驾这个最顶规的Shan 它采用的是 AHB的智慧型的远近光灯的一个自动调整 我们接着往下看 整个下保感它采用的是一个雾黑的一个设计 这个雾黑设计当然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是防刮 第二个它可以强调出 整个C4的一个越野跨界的一个休旅风 下保感的左右两侧是全LED的雾灯 以及你看这个雾灯的边框 它采用的是亮银式的设计 以及你看这个前保感有4.4的一个驻车雷达 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试驾这个最顶规Shan 的一个标准配备 在引擎盖上也有一个设计巧思 就是它左右两边它板件往内凹 它变成一个两个水滴状的板件折线 我觉得这个板件折线也相当的特别 在看车测之前我来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C4的三维 整个车厂4360 所以它是属于中小极具这样的一个size 再来整个车宽1米8 车高1520不到1米6 再来整个轴距2670 2670的轴距算是相当的长 测测造型我们就从车顶线条来看 你看从B入开始往下写的 这样一个大鞋背的设计 现在这种大鞋背的设计 当然是一个主流 其实这个Citron 他们在1970年代 它有一部车叫GS 它其实就是采用了这种大鞋背的设计 所以它有点在向他们之前 70年代的GS来致敬 那在这个大鞋背的设计 它还有一些新的创意出来 你看整个大鞋背下来到这边 整个车尾结合尾翼 再结合这种尾灯 它形成一个非常有层次感的立体的设计 我觉得这个车尾这样的一个设计很漂亮 而且整个大鞋背的设计很独特 往下看你看这个后照镜 它采用的这种是珍珠黑 而且带有光泽的一个烤青 而且你看它这个方向灯 它沿着这个后照镜的边缘的线条设计 我觉得这个很特别 而且亮起来非常显眼 那整个车框的下缘它才一样 采用的是比较亮银式的一个镀铬式板件的设计 增加它的高级感 同色的车门把手 当然我们这个顶规的Shine 它还有Keyless 就是你带的钥匙 你离开它就会自动上锁 你一靠近它 它就会自动解锁 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车側的这个护板 它采用一个大面积的一个设计 这一方面它是强调出整个 越远的一个休旅风出来 再来呢 这也是他们的Zitron的一个独家设计 就是Airbump 这个Airbump有个功用 就是当你在开门的时候呢 它会让你防止 就是跟隔壁车啊 或是柱子啊 它去防插撞 还有摩擦 所以就算你真的去撞到呢 它会降低你那种防刮的一个痕迹 这个设计也相当的一个有功能性 而且还蛮实用的 在Airbump的前端呢 它有一个小巧思的一个设计 也就是一样 它采用跳色的亮影式的一个边框 那当然这是呼应前雾灯的一个边框设计 最后我们看一下Ti-Tian的配置 全车系都一样 采用的是195 60 18 这个18吋的 这个银黑双色切削的铝圈 同时呢 除了造型美观以外 还兼具到一个降低风阻的一个功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车尾 整个西方你从正车尾来看 因为它大鞋背的一个设计 所以它呈现的是一个 非常有运动风格的一个造型 整个车尾的视觉焦点 当然集中在中间这一块 你看一下 呼应头灯它也是采用 人质型的LED尾灯 同时呢 它也整合了LED的日行灯 全部整合在一起 那整个灯具的一个设计呢 也非常的有立体层次感 而且呢 在细节上它也相当的重视 好我们看整个的一个车尾 中间这一块它采用一样 采用的是珍珠黑的一个烤漆 所以你看它在设者里面 有呈现出一些银粉漆 相当的有质感 所以中间这一块呢 除了有质感而带有设计感 这个珍珠黑烤漆的大型尾翼呢 跟整个后挡风玻璃 结合成一个黑色的一个大区块 跟这个整个车身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叫冰倒蓝 很特殊的一个颜色 也是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 所以整个车尾设计起来 我觉得它非常的抢眼 在车尾的下半部呢 它除了你看用板件折线呢 营造出立体的一个层次感以外呢 最重要的你看 它还刻意拉出的一个 类似向下保杆 这样的一个线条出来 然后跟最主要下面这个保杆 也营造出双层式的一个保杆设计 接着我们要来看一下 全新C4它的车舱设计 以及它的车舱配备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仪表台的总成 它采用的是切削对秤式的一个设计 而且你看这个仪表台 它采用虽然是塑胶焦料 但是它采用的是那种编织的一个花纹的压纹 所以它整个降低整个塑胶感 而且呈现的是带有它自己独到设计的一面 衣表台的左右两边的冷气出风口呢 它的造型也相当的独特 你看它采用六边形的一个设计 然后外框是黑色钢琴烤漆 内框是镀铬的一个四框 所以整个呈现出来是 第一个造型 第二个是它的一个质感 接着我们要来看一下 车舱的数位化配备 首先当然就是 就是甲子座前面这个5.5寸的全彩数位仪表板 大家可能会认为 这个5.5寸跟现在主流的10.25寸 好像过于太小 但是这个车厂有它的用意在 车厂认为这个数位仪表板 它只提供你该要注意的讯息 让你能够比较focus在这个数位仪表板 而且通常数位仪表板 跟外面的一个光线产生对比 容易让你有时候没办法调试过来 所以它有它的用意设计在 这个5.5寸的全彩数位仪表板 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它采用背光的 两侧采用背光 所以它很有立体感 很有层次感 再来它有五种模式可以选择 在这个左边这个拨杆里面 它有一个按下去 它可以呈现出导航模式 还有智慧驾驶辅助模式 以及还有转速表 以及还有音源 你现在收听的音源是什么 还有以及最后一个就是 车辆的一个行车数据 它有总共这种五种模式可以选择 在驾驶座正前方也有一个 全彩高亮度的HUD抬头显示器 当然这个就是Shine 顶规的一个标准配备 车辆的第二项数位配备 当然就是这个10寸的全彩触控萤幕 在系统上它是采用 这个集团 Stell Lantis这个集团 全新的一个操作界面 再来它在整个页面上的一个设计上 它的配色上 以及字体的采用上 我觉得相当的有质感 跟一般的一些德系的 真的确实是不太一样 整个界面的操作也相当的顺畅 而且它在整个功能性的一个编盘 也相当符合逻辑 当然每一个页面你都可以自定义 自定义就是说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 你需要哪些 在这个页面有哪些功能 你都可以来自定义 那怎么操作呢 首先我们长按这个页面 它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 它就会出现自定触控萤幕 或是驾驶人的资讯 驾驶人就是我们的数位仪表板 好我们自定触控萤幕 然后你看 它开始会有语音 来教你怎么样去操作它 将手指放在屏幕上的任意位置 并按住不动 直到显示编辑模式 在编辑模式下 可以对触摸屏内容和仪表盘信息 进行个性化设置 您可以点击触摸屏进行修改 也可以在触摸屏中添加其他页面 所以你看 它可以一步一步的教你 进行个性化设置 请点击一个加号 所以我觉得整个的一个操作起来 我觉得一点都不困难 而且人性化它可以教你操作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上手 应用程式的抽屉点击器 它有一个快捷键 你可以从这边可以设定空调 还有媒体 还有一些导航的一个资讯设定 或EDAS 还有游戏软体 都可以来做操作 再来不管你是Apple Card Play 或是Android Auto 你都可以做有线或是无线的连结 所以是相当的方便 而且它车内有内建的一个导航图置系统 而且它还有三年的免费 可以透过OTA来免费做自动更新 那实体按键只有两个 只有一个Home键 你按到Home键它就回到你的首页来 那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有一个车辆它这个就是什么 EDAS的一个快捷键 那你可以进去之后 就可以有EDAS 可以各系项的一个操作 那你看这边还有一个系统讲解 一样它就开始讲解你 教你怎么样 这个是什么系统 你点它 车道保持辅助 在已车辆意外离开车道的情况下 进行干预 从而提高驾驶的安全性 该功能在速度的 它会再根据这个智慧驾驶普及的一些系统 来一个一个跟你解释 它这一项的一个作动的功能是什么 会揪着车辆轨迹 使它缓慢的转回车道中间 期间车道保持辅助 橙色警告灯会闪烁 在有力变革车道时 请使用转向信号灯 以免该功能主动干预 当系统检测到 您的手不... 所以它这样可以来讲解 我觉得这个 所以完全没有什么障碍 所以你就很容易就知道 它这个作动是什么样的一个功能 空调的操作 它我觉得它也相当的细心跟贴心 一方面它可以从这个数位触控萤幕来做操控 你可以设定温度 可以从这边都可以做 而且是双区恒温 那当然呢 很多人 我们驾驶者 你在开车的时候 你这种在数位界面的一个操控品 当然比较不好拿捏的准 所以它也有实体的按键 它也可以直接操作 所以非常的方便 我们接着往下看 我们要来看一下整个中导的设计 以及它一些功能性的安排 首先我们看中导的前半段 它分为上下两层 上面这一层当然就是手机 QI的无线充电座 左右两边各有一个一大一小的 Type-A跟Type-C的充电座 再来往下看 它有一个置物空间 这个置物空间还蛮大的 最主要它也有分上下两层 它底层有一个比较隐秘性的置物空间 所以你比较会中的东西可以放在这边 然后右边有一个12V的电源插座 当然你也可以连接你的Apple CarPlay或Android Auto 而且是可以有线或无线都可以的 你看像我现在用无线 可以连接直接上我的Apple CarPlay 接着我们要来看一下整个中导的后半段 它采用的是钢琴烤漆的一个表面处理 再来我们看一下最前面 它有一个小型的收纳空间 这可以放钥匙 非常的方便 接着再来这个就是你看 它这个叫做E-Lug 它就是整个集团共用的 它采用的是电控线传式的一个排档杆 这个排档杆很有机械感 操作起来它的手感也非常好 右边有一个三种驾驶模式 你可以分为Eco Normal 还有Sport 可以来选择 再来往后看 它有一个电子式的一个驻车刹车档 在电子式驻车档的右边 规划两个大型的自备架 这个自备架不仅是深度够 而且它可以容纳大容积的饮料瓶 所以相当好用 在自备架的后面 中央副手下面也规划有一个小型的收纳空间 自备架势辅助系统的操作 我们可以从方向盘左边这个功能区块来做设定 最右下角有一个Assist 按下去它就会显示定速循环控制 这样一次就是Drive Assist 这个Drive Assist就是车道居中 再来上面这个加减的就是可以控制你的速度 你要速度多少 速度要多少 你就可以从这个加减来做控制 然后再往下一按 它会变成你跟前车距的一个控制 它有三段最远中还有近的操作 然后OK就可以开始来进行智慧价值补助系统 乘客座这边它规划有几个 非常具有巧思的一个收纳空间 首先我们看上面 这边它有一个弹出式的 这个是平板的一个支撑架 原厂它有附一个 专门为平板的一个支撑架一个户套 然后它放在这边就可以卡住 那就可以看平板 而且当你在看平板的时候 它有一个遮板 让你以防止价值的会想要看它 它是看不到的 乘客座的第二个具有巧思的收纳机能 在这个中间这个加成 它有一个弹出式的抽屉 这个设计真的非常的好用 除了第一个它还有防滑的一个机能 再来最重要你可以放什么 放你的平板或是小姐们的化妆品 或是比较规动物品都可以摆在这边 而且它的深度浅 所以它放在这边 它可以不会左摇又晃 所以它有一点固定的一个功能 抽屉的下方当然就是手套箱 但是这个手套箱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它的深度真的非常的深 所以你可以放的东西也非常的多 你可以放一个比较小型的公式包 或是外套衣服全部都可以塞进来 所以它这个为纳量真的相当的大 在门板的用料上虽然都是焦料材质 但是它可以透过不同的压滑纹路 然后来增加它的一个视觉质感 而且它整个触摸感的触感是好的 在我们看它这边有一个巧思设计 有一个类似像断带的 然后一个是类似布的一个材质 所以我觉得这是整个门板的画龙点睛设计的地方 门板下方的这个置物空间 它一样可以容纳这种大公升的一个饮料瓶 都没问题 而且取用也非常的方便 我们接着要来看一下C4的后座空间表现 首先我们看一下头部空间 头部空间大概有四指幅 其实你看这种大鞋背这样的一个设计 我觉得头部有四指幅算是合理 而且你看它车顶采用比较浅色系的一个设计 所以它比较不会有压迫感 好 再来我们看膝部空间 哇 大概接近三个拳头 我觉得是这个膝部空间算是相当的厉害 然后脚位也有可以伸展的空间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座椅材质设计 我们试驾这个顶规的Shine这个版本 它采用的是皮革跟这种V型织布的一个混搭 同时你看它采用蓝色跟灰色的一个缝线 强调出来是也比较带有设计感 然后再来最重要的是在功能性方面 我觉得你看它这个腰靠 我觉得它腰靠支撑性很棒 而且它整个泡敏的材质跟一般德国的不太一样 它德国是比较扎实比较硬 这个是偏软 但是软中它还是带硬的 表示说它在长途乘坐 它的支撑性、舒适性还是一定有的 后座也有两个冷气出风口 出风口底下也有一大一小的Type-A跟Type-C的充电插座 我们来看一下全新C4的行李箱空间表现 它在满座的一个状况底下 行李箱有380公升的一个容器 而且你看它整个是相当的平整 而且完整 再来我们看一下椅背 后座椅背可以做六次分离的放倒 它全速放倒之后 它可以创造出1250公升的行李箱空间 行李箱左边这边有一个照明灯 然后左右两边有一个挂钩 然后再来左边这边也收纳整合了一个什么 三角的一个警告标志 然后这个帐板底下它也设有一个什么 设有一个补胎计 全新的C4它动力搭载的是在这个集团里面 被广泛运用的1.2升钢内直噴涡轮增压的三缸 PureTag汽油引擎 它在5500转的时候 它有最大马力130匹 在1750转的时候 它有23.4公斤米的扭力 再加上大概1200多公斤的一个车重 搭配EAT的8速手支牌变速箱 所以整个行驶起来其实是相当的轻快 不管是从低转一直到中转 我觉得它整个的运作是非常的顺畅 虽然只有1.2升的一个小排气量 但是我觉得它在低转的扭力算是相当的足够 你看它在1750转 这样23.4公斤米的扭力就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它在四驱开起来 我觉得低转的时候 我觉得它运作的真的是算是非常顺畅 而且最重要的是相当的精致 当我们把转速拉高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这具只有1.2升 这样子小排列引擎 它的表现会是怎么样 你看我现在再加速 转速将近3000多转 其实你看 我觉得它在瞬间拉高转速的速度 也是相当的线性 我们不能说它是非常的敏捷 但是以这样的小排量的引擎来讲 我觉得油门跟转速有一种连结性 这次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 而且它在高转速你看我再加油 引擎的声音 引擎的声浪也还算是不错 也没有说变得很粗糟 所以我觉得它在拉高转速这样的一个工作 我觉得它是非常称值的 再来我讲一下这具EAT8速的手自排变速箱 这一具变速箱有一个特色就是 它的升档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 它很容易就跳到高档位 那这个最重要是在引导什么 它要创造出有比较经济的一个油耗 在省油上它会帮助很多 再来我觉得 比如说我们在红绿灯停 然后过一个红绿灯口之后 它已经很快的从一档、二档、三档 马上要跳到四档 所以我觉得它在市区 它这种升档的速度一旦快 而且它也相当的平顺 这些最主要的目的都是在营造一个 创造出一个比较好的油耗数字 接着我来讲一下 C4 它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动态特性 也就是它能够创造出磨毯般的一个行路品质 相当的舒适 它如何来创造出这样的磨毯般的一个行路品质 我来简单讲一下它的一些机械的一个原理 它这个构造原理是这样子的 它在避震器里面的减震筒 上下各多的一个抑压的一个缓冲的弹簧 所以它这样就可以当你压过路面的凹凸的时候 它就可以去减缓它的上下的震荡 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路起来 当我们压过坑洞的时候 你知道车子是压过坑洞 但是传进来车子里面的 你会觉得 好柔和 好平缓 好舒适 也就是当我们经过压过一个坑洞 它的震动上下震动百度 可能也许是这样子的一个坡度 坡长 但是经过这一套避震系统 它把那个坡度晃反的 把那个曲线拉长的 所以它整个变成上下摆动幅度的落差 就不会这么大 所以你在车子里面坐起来 那种感觉真的很微妙 就是 你明明是压过坑洞 但是它就是真的很和缓 很和缓 很舒服 所以其实我坐在里面会有一种 它会营造出一种氛围 就是 什么事情 你的心跳会变得比较舒缓 然后你会觉得整个行路过程来讲 它真的是感觉那种非常舒适 而且那种舒适又不是一般车子 那种软懸吊营造出来的舒适 那真的有一点是不一样的 接着我来讲一下这个C4的操控特性 我们说它有磨坦般的一个行驶舒适性 那这样子会被影响到它的操控 我们刚才有讲到它的这个行驶舒适性 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感觉 这个操控也一样 那明明就是它就是比较柔软的一个底盘设定 但是你看它的操控过一个弯 虽然它也会侧寝 但是它侧寝就是抑制的非常的好 整个过弯在弯中的车身动态平衡的非常好 因为就很不可思议 明明就是比较软的比较舒适的一个设定 它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过弯的一个姿态 像你看我们这样过这个弯 你看它这样一下就停住了 而且它马上恢复车身的一个平衡 我想这也是因为磨坦的底盘这样的一个设定 另外一个操控乐趣当然来自于方向盘的座椅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方向盘 因为我觉得这个集团 我们说State Atlantic 他们的这个集团的方向盘 盘径都是比较小 然后握把握感都非常好 然后上下它是比较采用直线的 所以它是整个比较不算是真远的一个设定 所以你握起来转起来都非常的旧手 而且方向盘的手感非常轻 但是我觉得路感是有的 当然这也是这个浮舅跟C9它们特有的一个特色 方向盘轻但是路感是有的 再来这个座椅 这个座椅你看起来大概看起来造型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运动化的表现 但是最重要的是它的腰靠 它的腰靠支撑性支撑得非常好 而且它不是很硬硬的顶着你 它这个因为它里面的发泡材质是比较偏软的 所以它好像有一种气压式顶着你 又不会太硬 所以支撑性很棒 但是又很舒服 100到120万是国内车市竞争最激烈的一个 价格带 在这个价格带 当然消费者在购车上 可以做相当多元化的一个选择 今天我们试驾这部Sysion 全新的C4 售价是119.9万 最高贵的Shine这个车型 它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是好开 同时负担也相当轻松 全新的C4 它这具1.2公升的Puretake汽油引擎 1公升它可以跑是7.7公里 同时它的牌照税燃料税 一年也才8640块 好 第二个好开的原因是 它搭载了符合Level 2的 智慧驾驶扶助系统 不管是在市区塞车 或是高速公路 这套智慧驾驶扶助系统 都会让你非常的好开 第二个是好用 C4以一个跨界休旅车的车格 创造出很实用的一个 后座空间以及行李箱空间 第三个是好停 以它4360 这种比较中小型的一个车身尺码 它在都会穿梭或是停车 它都相当的方便 再来就是这部全新的C4 它有两个非常支持一家 别无分号的一个特色 第一个特色当然就是 法式独有的一个设计 第二个就是它能够创造出 有如磨砍般的一个行路品质 而且这两个特色 是你每天都可以享受得到它 而且都可以使用到的 所以在100到120万 我们选择的C4 虽然是一个比较另类的选择 但是它除了品位以外 这次C4给你的 也是非常高度的一个实用性